虽然这武汉肺炎的疫情升温也引发了民众的恐慌 在彰化有自助餐的业者就在门口张贴防疫 要戴口罩才能够进入 还有业者提醒说没有戴口罩请勿讲话等等的告示 那么有民众不晓得没有戴口罩 要到自助餐来买菜来取餐买这个便当 但是当场就被请回了 自助餐店内张贴告示 防疫安全一起来 夹菜请戴口罩 没戴口罩请勿谈话 而桌上也摆放了干洗手的洗手液 业者说这是因为担心民众夹菜时 如果讲话飞沫恐怕会污染到前面的餐点 不仅不卫生 尤其最近武汉肺炎疫情严重 就怕因此被感染 我们就更谨慎一点 我们都有做这个海报会宣导 你不让他进来 他怎么消费呢 还有自助餐店更规定 防疫期间请戴口罩才能进入 有民众到彰化一家自助餐店准备外带 因为没戴口罩直接被请了出来 但店内客人用餐 拿下口罩放在桌上对比之下 让民众觉得傻眼 民众质疑是否矫网过阵了 张二卫生局表示 目前中央道地方并没有要求民众进入餐饮店 要强制戴口罩 担饮厂所的部分可能是业者他自发性 去希望说民众进到现场是希望可以戴上口罩 以防止口墨污染食品卫生安全 张二卫生局表示 虽然这是店家要求自保的行为 不过目前台湾社区感染情况还没那么明显 民众不必过度恐慌 接下来戴荣茂 中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中华报道